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黑野骑士 欢迎来到户外 今天咱们来到户外 就是来测评两把户外刀具 我搞到了两把户外刀 生存刀 今天来测试它 有人说我的测试不专业 什么叫做专业 不就是暴力测试吗 好 今天就来暴力测试 今天任务就是破坏这两把刀 这是我弄的两把生存刀 这两把生存刀的价格非常悬殊 在我左边的这款生存刀 它价格只要29元 29元呢 很便宜 而右边的这款则280元 它们价格接近差了10倍 那么它们之间的性能会差多少呢 我们今天就是来暴力测试它们两个 看看便宜的生存刀和贵的生存刀 到底有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嗯 这把刀就是29元的生存刀 哦 看到了吗 嗯 有点仿造某名 知名品牌的生存刀对不对 但它没有那两个字 那几个字 它叫什么 嗯 这英文还是拼音的 到29元只要 怎么样 看起来还不错呀 从外观上看 看起来还不错啊 这把刀的材质是叫做四菱 四菱落缸吧 哇 摸起来 锋利度一般 摸起来 这里还有这种尺 半尺的 这属于半尺的生存刀啊 手感还行 生存刀它这里还有一块 哦 这里应该是把火石 哦 就这样的吧 这下雨天 找不到干燥的 萤火雾啊 要不然可以试试 它的出口效果怎么样 发现 这后面还有个磨刀石 可以用来磨刀 真正的生存刀 29元的生存刀 它能挺得过我们今天的暴力测试吗 先来看看那款280元的生存刀 防锈油吧 刀油 哇 开万关 外观还挺漂亮的啊 这个刀鞘 是真皮的吗 不知道 我对真皮假皮不认识 火了这么大 哎呀 嗯 呵呵 这刀看起来像水果刀啊 外观很一般 很普通 很普通的外观 但它要280块钱 但它的钢材是第二钢 这里写了第二 第二钢 第二钢是织刀的比较好的材料的啊 非常好的织刀材料 我不太懂刀 不懂得怎么去分析这把刀的好坏 我只知道今天我要暴力测试 看谁能挺得过我的暴力测试 怎么样 可惜的是 今天要耗一大笔钱了 这都是我买来的 需要破坏它们 知道吗 为了给你们找这些视觉上的 享受刺激 我得花很多钱呢 今天就来玩这两把刀啊 一定要把它们破坏的不成样子 但它们的价格确实相差很多啊 我们先看它们的厚度有什么区别啊 看起来厚度差不多 会厚一点 可能厚一点 它们的钢材都不一样 我先相互碰一下 看它们的痕迹 随得深一点 用刀背碰啊 哦哦 看来都砸出痕迹来了 当然这个第二缸痕迹要小一点 浅一点 而这边的这个普通落缸的29元的刀 痕迹要深一点 但是我们知道很多刀 它经过脆火 在刀锋之处的硬度和刀背是不一样的 我们先来试试锋利度啊 这两把刀 准备了纸啊 削纸是测试刀具 锋利度最好的材料 先试试这款29块钱的 深圳刀能不能削纸 哇 看起来不能削纸啊 锋利度不够啊 锋利度不够 摸起来感觉锋利度就一般般 确实削不了 锋利度不够 看这款啊 摸起来 这个摸起来就不一样了 有刀片的感觉 很显然这个销纸没问题我感觉 没问题吧 这个确实没问题 销纸很顺畅 现在我们该试的是砍水瓶了 啊 砍水瓶 现在试试这款29块钱的 生存刀 怎么样 行不行呢 呀 没问题 没问题 那那个就更没问题了 啊 够用 够用 只能说这把生存刀够用 哎呀 这样削就比较困难了 好 现在是第二瓶水 使用这款第二缸刀 来削它 我这个应该轻轻削就可以了 不用这么大的力 很显然我用的力很小 平 开了 风力度确实要好一点 没得说 削这个很轻松 这局也是这款第二缸刀 胜出 不过它的价格依然很贵 贵十倍 它需要胜出很多才行 它不能有一项失误 比达差 有一项比达差 就说明这个性价比不高了 再给割掉了 我们先试一下这款29块钱的 生存刀 能多久砍断它 看能不能一刀干 应该不可能 虽然看起来可能还是有这么硬的 干掉了 280块钱的钢刀 哇 两刀 不错 很爽 这杨树的这个侧枝很有趣 刚挡出来的时候是很嫩的东西 而且是空心的 是削一下看看 挺不幸 这是29元的刀 哇 很嫩 29元的刀就可以削 削断它了 很轻松 哎呦 后面不行了 后面很硬看到吗 被砍了 后面又手削 削不动 一点的削不动 我们试这个啊 你看这继续可以削 没问题 没问题 现在不行了 这里有个截头 好 说了这么多 应该进入我们暴力测试的正题了 该收拾这两把刀了 让没有切口 没有损失啊 没有卷刃 让我们来试试 冰你的 冰你的 来重点 哇 哇 这刀还可以啊 你看 看见了吗 切出了这么大的 凹槽 但这个刀看起来损失并不大呀 基本上没有损失 这捅穿它应该没有问题的 而且这是29元的刀 看到吗 那我们试试这个280元的第二缸刀 也是三刀啊 好 这是第二缸刀砍出来的 看到吗 来看看它的刀刃 能看到三个痕迹 能看到三个痕迹 这痕迹好像比29元的刀 还有明显一点 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这痕迹应该不影响它的使用 不穿了 用重点力 用重点力 好难穿了 图手筒好难穿了 这铲子很硬啊 我操 铲子很硬啊 穿不了 哎呦 穿不了 可不要断鸟了 断鸟了手就废了 哦 粘住了一点 也穿不了 也穿不了嘛 扎上去了 但是还是没穿 来看看它们的刀尖 我靠 这么难穿吗 钉弯掉了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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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东西很难穿的 真的很难穿 哎呦 也穿了一点 依我看 这280元的刀尖好像缺了一点了 好像缺了一点 哇这边卷了一点 看到吗 这边卷了一点点 但这个29元的刀好像还没什么损失 奇怪了 还没什么损失 我发现在这方面 这个刀疏了 280元的刀疏了 接下来我们要测试这两把刀的硬度 怎么测试呢 我要使用这种重型弹弓 设计这样的 9毫米 钢珠 钢珠的硬度是很高的 它绝对不是铁 是钢 打上去 如果是一般的钢铁 绝对会出来一个大坑 看这两个钢 这两个刀 能不能出坑 出坑的深度有多大 在10米的距离 5米的距离吧 为的就是打出坑 看一下结果 219元的刀 我们可以看见 上面一点痕迹都没有 打中的是这一面 这一面是没有打中的 打中这一面 完全看不出痕迹 看到吗 完全看不出 但是我们看这个第二缸刀 它运气不好 两颗打中的刀刃 刀刃部分是很薄的 所以它又出现了两个缺口 280元的刀 两个缺口打出来了 运气不好打中了刀刃 但其他地方也看不出有痕迹 一共向它发射了5发弹 中了5发 只有打中刀刃的地方 出现了两个缺口 它们两个硬度都是可以的 无论是第二缸刀 还有这个普通的40落缸 我想户外的刀用这个40落缸就可以了 我们根本遇不上这样的情况 但是 这个刀刃中的蛋以后被缺了一块 但这个二级元刀没有打中刀刃 我得试一下打中一发它的刀刃试试看 中了刀刃 看到没有 吃了一大块 再来一次 哇 哇 这不行了 这不行 我来看看 看看 中了刀刃 一样一样会崩 看到吗 崩了这么一大块 中了两发 看来29元的刀也不是想的那样 它的刀刃依然很薄 同样很薄 所以刀刃很薄 怎么也扛不住这弹弓 来一下 看起来没有什么大问题 居然看起来没什么大问题 看到吗 看到吗 还是这么尖 我们试试第二缸刀 捅烂了 问题也不大 这两码刀都是蛮优秀的 对于这种硬物来说都是很 很优秀 我只知道这第二缸 第二缸非常好 但是我不知道 那个29元的那款 普通落缸也这么强 好朋友们 现在我想直接把这两把刀的刀刃 放在一起对砍一下 因为在下一步暴力测试 这两把刀很可能会断 它们就测试不了对砍了 所以我们先来测试对砍 2 3 砍重点还不够重 因为上面都没有什么反应 发现 发现它们两都没有什么 大的痕迹 看到吗 都没有大的痕迹 得重一点 也许会直接砍断了 这可不对啊 怎么看起来这个第二缸刀损失还更厉害一点 29元的刀这里就有两个很小的缺口 这是280元的刀 这肯定是脏 我看起来像是吹口 我今天居然是穿着拖鞋来的 我的脚可能会受伤 没有反应了 看来钉的不够深 把踩断 崩断 好难踩断 我得背对着它 哇 哇 大师的闸砸吧 哇 哇 哈哈哈哈 断了 终于断了 太惨了 看到吗 又师的一闸终于断了 哈哈 老子 Fuck 哇 这刀柄给砸下来了 但是没有断 再来一次 Fuck 呦 撤 撤 哇 不断了 再钉进去一点 真怕崩到眼睛 哦 也断了 我的天哪 也断了 不过它飞了很久才让它断 而且刀柄都扯没了 打没了 呵呵 轮骨结构就这样的好处 它刀柄和这个刀刃是一体的 但是我们这个生成刀 生成刀到哪去了 啊 它貌似不是龙骨结构 但是它的这个靶子接持 接持程度也有这么牛 也很牛 只是刀刃断掉了 仔细看 发现它们的刀刃还卡在树里面 进树的那一部分还仍然在里面 啊 朋友们可惜啊可惜 为了拍视频 你看看 这些东西都没用了 只剩下两把废刀 这两把废刀也完全没用了 完全摧毁 没有任何作用 一点作用都没了 特别是这个第二钢刀 很可惜啊 几百块钱 但是今天对于这两把刀的测评我发现 我发现这两把刀还是非常值得的 特别是这个二十九元的刀 它价格真的只要二十九元 但是它用起来 接持程度真的不错 它和这个第二钢刀比印度的时候 我发现它不比它的印度差 它是普通落钢 但是它的印度也足够了 完全足够了 但这第二钢刀 至少大部分是比这二十九元的 这个普通圣诊刀要好的 但是性价比来说 我还是觉得这款刀要好一点 要好一点 非常适合入门的人 虽然很便宜啊 只不过它外观仿了一某一种 某一种知名刀的外形 行了各位朋友 今天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